VIP抵达时可以在这自然空间看商品集市穿 不被其他人打扰 用餐时间还有餐点 待定服务实在是太贴心 哦对了 除了热茶之外 还可以喝香槟 逛街配美酒 好爽 还能看到在架上 看不到的特别款 今天要来开箱 汉神本馆的Dior 跟VIP才能进入的小房间 整间店分为四大区 包包区 饰品区 鞋子区 衣服区 这是更衣室 空间非常大又美 更衣室内还有放着一个小盒子 里面有写把 一次性的头套 肤色及黑色丝袜 发圈 淡淡香味的擦手巾 袜子 整个店内的天花板式镜面 挑高的视觉效果 放起来非常舒服 一进来就有热茶的服务 可以一边看包一边喝茶 Dior的经典老花系列 感谢K亲切的服务 很会介绍 重点是人又帅 接下来要去VIP才能进入的小房间 专业人员会在VIP来之前 先将顾客要看的产品准备好 VIP抵达时可以在这 私人空间看商品集市穿 不被其他人打扰 用餐时间还有餐点 待定服务 实在是太贴心 哦对了 除了热茶之外 还可以喝香槟 逛街配美酒 好爽 VIP除了逛街时 享有私人空间 专门一对一的服务外 还能看到在架上 看不到的特别款 品牌时常会举办餐会 及发表会等 都会邀请 VIP参加 再次感谢汉神本馆店 给的热情服务 大家还想看哪间精品开箱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下次见啰 这件真的好看 这件好看 这件好看 这件金额是喜欢的女圈 哦 圈衣 好 蛮 好 三万六千二 17万九 谢谢 那17万九就非常能考虑 今天的消费 那跟你们报告一下 我到底刚刚干了什么 现在我们在台北101LV的旗舰店 这个修润呢 是专门forLV的VIP 今天是他的新装发表会 或要进入的VIP呢 可以拿到刚刚发表的新装 一杯香槟喝下去 而且你们香槟给的超有诚意的 当然了 LVMT集团 我们本来都他就是民宣 所以以酒商起家 那超哥不知道 今天对于我们今天的场景 有没有觉得置身在国外 因为我们完完全全 把国外的一个快闪电 就是POP-A-STONE直接搬来台湾 那在这次的运用当中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就是针对比较运动型的 甚至是像这样子一个网眼的设计 然后做出这种透视的效果 那很适合像超哥 你平常在接触 我有看你频道喔 超跑对这类比较运动型的 都很适合 这个里面是不穿吗 如果您想不穿 但也是没有问题 像超哥提格号 我觉得好像是没有这个问题存在 男生对那个网状的东西 其实都有一些特别的爱好 但不是自己穿的 比方说网袜啊什么的 对 但不是自己穿 里面穿那个 就是吊嘎 然后对 也很适合 然后也是网状的这样 画面太美我不敢想 这一件它也是我们秋冬 很重点的一个设计 它可以看出它是做这种 漸层的质感 Mirjo的设计作品当中 绝对不能够离开一个灵感 就是棒球外套 我觉得还蛮好看 很有个性 我刚喝了一点酒 有点脑剥弱 它的面料更硬挺 跟刚刚我们上一件的 针织的感觉是不太一样 好 哪一次不买 这件真的好看 这件好看 好 买 麦 这边金额是十万零五千 哦 便宜 好 便宜好 超哥说便宜 价值观是新式坏掉 没有啊 LV外套八到十万都是便宜的 觉得东西还是要适合 才知道适不适合你自己 当你今天 刚刚好 好不好 这个入境 我觉得这个timing刚刚好 你看看 你看 他们香槟给的 他们香槟给的 他们香槟给的多大方 我刚刚喝了一杯花了五十 哦 那第二杯 所以 只要好看 能负担我们就买 因为人生是无价的嘛 当然 对啊 人就是活在现在 我们就是觉得 嗯 我重视穿衣服就买 谢谢 真的很会给自己洗脑 我今天买四十七 对 我今天买四十七 差不多 好啦 喜欢我的节目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让它停在这里 对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 我们不是为了来展现财力 我们是 因为我们 觉得我们值得 好的东西 像LV这样 那 有时候是品牌称多一个人 有时候是一个人 称多品牌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 可以让大家去思考的 那我们也不为了花钱而花 好不好看观众朋友会说话 说不定下面一面负贫 说超哥你那么矮 你就不要买这件外套了 你这杯 这杯不知道 有没有满足到超哥的标准 LV的酒真的非常非常的buff 谢谢 对 不愧是一酒起家 我们本来的话是酒商起家 然后之后呢 因为遇到了路易威登这个百年的品牌 我觉得这一季呢 特别bling bling的 然后这个渐层色 其实这包很可爱 小的size mini soft trunk 可以感受一下 因为它其实呢 有把LV 就是VIRGIL很注意的一些细节 放在这个包款上面 像Chen呢 像这样子一个锁链的设计 然后本身来讲 它就是做出比较柔软的一些皮革 它其实就是呈现像 有点胸包的感觉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包款在穿戴上去的话 它的高度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 也是最标准的 在颜色的健身跟选择上面 其实去细看它 其实是皮革去做运用的 你去party或去吃饭的时候 其实越简单越好 我基本上出门就只带这样 就是除了学家以外 就是现金 信用卡 健保卡啦 咦 刚刚好耶 一支手机 一点点现金 然后这个卡价 我们那个 对 我先把钱拿回来 里面还有黑卡 发哥不好意思 今天的消费 那跟你们报告一下 我今天买了一件棒球外套 没错 179000块 对 然后我买了一件T恤25200 然后大学T是36200 外套1005000 绿色那一件方格纹的是105000 黑色的镂空12400 所以总共是 469400 好 谢谢 谢谢你 我到底刚刚干了什么 哈哈哈 469400块 47万 不过人生就是这样啦 今天这50万 在我的预算眼内 而且我觉得它的东西很棒 可以让我过得更开心 那你就just do it 他妈怎么这么会骗自己 对 反正觉得 嗯嗯 其实每次来 大概没有四五十万 大概都走不出去 酒喝多一点 我只能喝酒泄愤 他们家的酒也是好酒 而且LV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当你买了一个东西以后 如果你觉得没有那么的喜欢的话 它有30天新品免费退换 LV不会退你现金 它会给你一个明细 一个receipt 它会告诉你说 你还有20万的coda在这边 那你可以换任何你想要的商品 那今天就是LV的新装发表会 我觉得人生就是不断不断的体验 然后还有不断不断的尝试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买不起LV 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认真的过每一天 人就是有无限的可能跟希望 我从无到有的超派人生 我觉得我不是要教大家怎么花钱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对自己好一点 对自己家人好一点 对自己身边的人好一点 我们比较秀情 我们做人正直 其实 人生很快就过去了 说不定 我的钱不花掉 我明天就GG啦 对不对 喜欢我的节目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带你看见不同的LV 还有不同的花钱方式 超版 喜欢这个油纸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 更具报红全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达人兄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